十岁才知爸爸牺牲近九年 江苏扬州市梅林小学西区校五一班胡博文作文 《我的爸爸》让全班流下了感动泪水 据媒体3月5号报道 胡博文的父亲胡永飞在西藏当汽车兵 2005年胡博文的父母在部队里正结婚 可幸福五年未到 2009年6月24号 队长胡永飞一早集合车队 去送边境修哨所用的建筑材料 下午5时许 车队到达一处山道险路 胡永飞顺利指挥10辆军车通过 随后他回到自己车上 结果雨水浸泡的路基突然塌方 整车翻下悬崖 车上三人被抛到车窗外 受伤的胡永飞看见一块巨石朝战友滚来 奋力将昏迷中的战友推开 自己却被滚石击中头部 壮烈牺牲 后来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当时儿子胡博文才16个月大 周中燕为了孩子成长 向他隐瞒了爸爸去世的消息 近9年 每次他也问 但是我们都跟他说爸爸执行任务了 然后那个地方信号不好 不在服务区电话打不通 2018年清明节前一天 周中燕把孩子带到高游烈士林园 将真相告诉了当时10岁的胡博文 胡博文说 知道真相那一刻特别伤心 但也知道了妈妈不容易 2018年暑假 周中燕带着儿子重走丈夫战斗过的地方 在每一个他和丈夫合影留念的地方 和儿子合影纪念 一家人就以这样特别的方式在一起 新京暴动新闻综合整理报道 更多新闻资讯 请下载新京暴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